截至周一 美国累计感染人数达到2950万人 53.5万人死亡 加州人高居感染及死亡人数榜首 在取消强制口罩令等所有防疫限制后 德州的感染人数持续下降 过去两周 每日感染病例的滚动平均值下降了42.5% 英国AZ疫苗周一持续成为争议焦点 美国卫生官员表示 AZ疫苗在美国的临床试验结果正在接受独立审查 如果安全有效 药管局可在一个月左右颁发使用授权 然而上周末 更多国家宣布暂停接种AZ疫苗 英国首相强生为此重申 对AZ疫苗有信心 各国没有理由终止疫苗接种 但是强生的话音才刚落 一直力挺AZ疫苗的德国和法国 却同时宣布暂停接种AZ疫苗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在欧洲药品管理局出台审查结果之前 暂停接种AZ疫苗 意大利也因为连续出现接种疫苗后死亡案例 于周一宣布暂停AZ疫苗 从本周一到4月6号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将再次陷入封锁状态 截至3月15日 意大利感染人数已将近324万人 10.2万人死亡 巴西圣保罗州从本周起实施夜间宵禁 关闭海滩及公园 暂停体育赛事 人们居家工作 不过封锁措施却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印度周一通报了26291个新增病例 创下三个月来的新高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5.8万人 由于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 一些地方政府已恢复封锁 宵禁等严厉措施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